大家好,我是史考特 歡迎收看一分鐘健身教室 我們之前在節目裡討論過 健身是很看天分的 不是每個人練了之後都可以變阿諾 這樣說來挺悲哀的 難道基因很差的人 就永遠沒有翻身的一天嗎? 很好,科學總是能給人們指出一條活路 最新的研究告訴我們 心靈的力量比遺傳更強大 這是一篇發表在2019年 《自然人類行為》期刊的研究 研究共分為兩部分 分別讓一百多人進行有氧跟飲食的測驗 在有氧的部分 受試者先在跑步機上 測驗最大強度的心肺能力 接著他們抽血做基因檢測 看看自己是否有好的有氧基因 奸詐的研究者將擁有好基因的人 隨機分為一半 一半向他們唇刺一告 你們中了基因樂透 有氧能力會比一般人好 另外一半則欺騙他們說不好意思 報告顯示你們的遺傳不大好 對於擁有壞基因的人也一樣 一半告訴他們實話 另一半卻欺騙說他們的遺傳很好 接著受試者接受第二次的心肺有氧測試 這時候神奇的事發生了 得到壞消息的那些人不管基因的好壞 第二次的表現都比第一次差 在跑步機越轉越快 坡度越來越陡的挑戰下提早放棄 而那些被告知擁有好基因的人 都表示第二次的測試更輕鬆 身體也更不容易發熱 實驗的第二部分也相當的類似 受試者先吃一頓飯 接著被告知擁有肥胖 或者是苗條的基因 同樣有一半的人被告知實情 有一半遭到欺騙 接著他們再一次吃一樣的餐點 然後測量飽足感 以及血液中荷爾蒙的變化 結果被告知擁有苗條基因的 在第二次進食後的飽足感 顯著的增加 而且連血液中的一種飽食荷爾蒙 GLP-1 濃度都比第一次來得高 所以說心理真的會影響生理 上述的兩個實驗證實 改變人的想法 就能夠改變人的體能跟食慾 告訴一個人 你是百年難得一見的練武器材 他就會充滿活力 想要進健身房鍛煉 告訴一個人 你因為苗條基因 自制力超級好 吃東西都不會過量 他體內的荷爾蒙就會產生變化 心理跟生理的飽足感 都會變得更好 相反的 告訴一個人他是體育白癡 擁有暴食症的基因 他也真的就會跑不動 會吃更多 史考特之前寫過一篇文章 在介紹反安慰劑效應 用言語就可以使人感到疼痛 其實就是一樣的道理 我將文章的連結附在影片敘述裡 歡迎大家參考 在上述的研究中 研究者甚至發現 認知影響身體的功能 超過了基因 換句話說 擁有壞基因的人 我可以用善意的謊言 讓他表現得比擁有好基因的人 還更好 有好基因的人呢 我可以用惡意的謊言 來完全抹滅這個好基因的效果 當然 認知再怎麼樣影響生理 作用還是有極限的 義和團的全民 再怎麼相信 神功互敵 刀槍不入 遇到洋人的步槍 還是死傷慘重 政治人物每天喊 發大財 你的帳戶 也是不會被你的信念而感動 多出了一個零 但認識信念的力量 想法的力量 可以讓我們避免掉不必要的障礙 釋放出自己真正的潛力 史考特常看到人們被自己打敗的例子 數學考試不及格 就相信自己沒數學的天分 失去念書的動力 面試沒有被錄取 下一次面試就更畏畏縮縮 認為自己這次也會落榜 像女生告白被拒絕 就自我放逐 逐不出戶 房間角落人的衛生紙 越跌越高越跌越高 增肌減脂這件事情也是一樣 別再拿自己基因不好 練不出肌肉 減不掉脂肪當藉口了 再差的遺傳 都有進步 變得更好的潛力 越是相信自己魯肥宅 你就越有機會單身一輩子 突破負面認知的高牆 持續堅持 努力下去 你會發現自己的潛力 原來這麼好 好 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別忘了幫我訂閱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